那顾老师 你说他站姿不对 对 你可以从侧面对着大家 大家能不能看到 他的膝关节其实是没有角度的 他膝关节是往后走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关节压力会很大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站着的 就会看到膝关节是超深的 然后小腿会往外秃 我觉得大老师是最需要学的 应该怎么站 就是把重心挪到前脚掌 然后你的膝关节微微曲一点点 用你的大腿前侧和内侧的肌肉 发力去支撑脚趾去拼命抓地板 你会感觉你的小腹会有一点收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在参与 很多人一懒了就这样站 然后就这样站 其实你的关节承重压力太大了 这样是好一点吗 好一点 就重心再往前来一点点 再伸直一点膝关节 对 大老师您那是什么站姿 你那个是 您这是前期待 你那个内疾的站姿 是在重心往前脚掌移之后 再用肌肉的力量去伸直膝关节 而非关节硬性地去这样去挤压 谢谢老师 专业 挺好的 给我们大家坛说一点这种姿势